今天早安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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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已經有歷經三年多無縫胎的傾施 跟歷關的大阿里山地區 以及咖啡山區嚴定一台 很多都不可以開始就手來做準備 嚴峰這次的縫胎傾施 已經有三年多的時間 台灣本土都無縫胎來訂購 這件的杜蘇瑞縫胎 在來是上上 有上當大的可能 中央起上級的發佈 保障的風胎金布 他怕你像後 發佈鄉農會就來到站上 當時也讓農民 要盡早做好風胎措施 那今天跟總幹事還有理事長 還有我們的幾位茶農 跟咖啡農的朋友們 一起在這邊要呼籲 所有我們在山區的好朋友 夥伴們還有農友們 那颱風即將要來襲台灣 那這一次可能會直接 進入颱風 那暴風區也可能會進入 我們的這個山區的地方 那很希望說 大家先準備好一些防臺的措施 那理事長跟總幹事 也會跟大家來分析一下 跟分享一下 一些做該做的一些措施 販路農會在這邊呼籲 我們所有的農民好朋友 颱風要進來 大家一定要做好預防措施 尤其是我們水溝該清理 該排除的問題 一定要記得要先清理 那該修剪的 該固定的 大家都不要忘記 希望大家能夠平安度過這個颱風 該館的各經濟山物 加比還有地 最重要的重要 它兩種做物的風台版法 也都不一樣 所以也請農民來分享風台的作息 那我們的咖啡樹一定是要做綁繩跟固定 那因為咖啡它的瘦封面比較大 所以我們一定要做一個很加強的防護 以免倒伏 各位茶農朋友 要記得要去巡視我們茶園的排水設施 看排水是否良好 那不要造成這種積水灘方 或者是嚴重一點土石流的問題 要很小心 因為很多年沒有颱風進來的 幾尾三年外的風台 有車的路線 都有相當大的可憐 會影響台灣 不論甘有登陸本土 帶來的風水 還有雨水 都不能稍微看 所以今天 做好準備 都有一份安心 細心新聞正在生活路上 彩虹佛島 你過馬路怎麼穿到這樣 你不知道 你看 現在過馬路 注意那邊 馬路如虎口耶 這樣很安全 不用啦 現在過馬路 如果不離浪行人 有加重罰則 現在變得很安全 你放心啦 這樣我就放心了 這樣我就不用趕了 好 不錯喔 我們現在就是要離浪行人 台灣現在很多你看 過馬路不敢過 你看車來就會怕 所以我們是人讓車 那現在台灣要整個要改變 我們原本就是應該車要讓人 對啊 所以現在台灣要交重處罰了 如果你沒有讓人的話 那你的罰款會很重 大家不用怕 現在要過馬路 不管你是塞車 還是騎馬路 一定要扭 怕路的人生過 不然會加重罰款的發情 所以現在政府很重是這個 所以所有塞車 騎馬路的人 快樂行人要過馬路 一定要讓他們先過 這一集 是 對 我 可能 是 就 過馬路 是 幻子 感谢观看